哈喽创业家们 今天企业经营的还顺利吗 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 每日预见杜拉克9月26号文章 不可衡量事件的控制机制 在可衡量和不可衡量的事物之间取得平衡 是管理阶层必须不断面对的核心问题 企业就跟任何一个机构一样 有些很重要的成果是无法衡量的 任何一位经验丰富的经营者都知道 有些企业或产业注定会销声匿迹 因为他们无法吸引和留住人才 凡是有经验的经营者也知道 这点比一家企业或产业 去年的损益表还要重要 然而这件事却无法清楚定义 更别提要如何量化了 它绝非无形 其实它非常具体 只不过无法衡量 这件事即使十年之内都看不到可以衡量的后果 因此在可衡量和不可衡量的事物之间取得平衡 是管理阶层必须不断面对的核心问题 必须认真做出决定 因此如果衡量方法为纳入不可衡量的事物背后的假设 衡量方法就会产生误导 实际上这种衡量方法会提供错误的讯息 然而当我越能够量化那些真正可以衡量的领域 就会越想要把重点完全放在那些可衡量的领域上 因此就越可能面临以下的风险 那就是表面上控制机制看似更强大 实际上控管的效果却更差 甚至整个企业都可能会完全失控 今天的思考与实践 列出攸关组织是否能达到目标的不可衡量和可衡量的变数 针对那些可以用量化标准衡量的变数 设计一套量化评量方法 对于那些直化变数 则设计一套直化评量方法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业模式 网络行销 人工智慧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QR Code 到我网站去看更多哟 我是华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